先给姐妹妹更新四只狗狗哈 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只韩系小笔熊 这只呢长得像个小熊一样哈 脸黏嘟嘟的 眼睏也大大的哈 还吐着小舌头呢 这只性格也特别温顺哈 挺适合家养的 再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嘴巴哈 从侧面看就是平的 这样的笔熊成年之后才会更甜美哈 还有它后背的毛量 像一块棉花糖一样哈 摸起来也是软乎乎的 这么可爱的小笔熊 谁能拒绝呀 接着咱们再看一下第二只哈 第二只是一只粉儿小笔熊 看一下笑得超开心 这只呢嘴巴是又短又翘的 每天看着它都特别治愈哈 你没选狗就要选这种呢哈 比你它的毛链也非常好的 这只体型是四只里面体型最小的一只哈 还在笑呢 看看哪家长看看你哈 接着咱们再看一下第三只 第三只呢是一只灰色小泰迪哈 灰色版的特别好 小舌头像假的一样 嘴巴也挺短的哈 再看一下后背的毛量 背幕已经返回了哈 体型又小 这只小灰呢平时就比较粘人哈 还在吐舌呢 给你找个好家哈宝贝 接着咱们再看一下第四只 第四只呢是一只香槟色小泰迪哈 一看就是个小吃货 脚垫也是黑黑的哈 再来看一下后背的毛量 毛量是很厚实的哈 吃的也胖乎乎的 这个颜色看起来也特别高级哈 如果喜欢颜色特别的话 你们可以选它的 一只小灰一只香槟 还有两只比熊 看一下你们更喜欢哪只呢 亦会 That's What's What I